你说近半年来 孩子哭着喊着要爸爸 也就是他 所以你今天才来到了这里 既然孩子那么喜欢他 你又说他对孩子不好 这是矛盾的 因为孩子的眼睛是最真实的 谁对他好 谁对他不好 最开始我以为 他只想要个孩子 而你只想要个家 后来越听又就感觉 他的确是只是想要一个孩子 而你不只是想要一个家 你是想要一个 绝对权威的女主人的位置 你找一个女人 如果她并不爱你 你还要求她给你生一个孩子 孩子即便生下来 也是不快乐的 你那样是害她 而对于你 我们说享受生活而不沉眠 看透生活而不消极 其实我认为你是没有看透 其实一直以来 由于你的生活境遇 你总是非常需求 找到自己人生当中的权力巅峰 希望自己能够什么都说了算 所以时至今日 你每一次其实都与 想要跟你 给你幸福的人擦肩而过 你现在日子其实够得还不错 有自己的生意 有自己的买卖 我只是希望你自己能够 面临自己的内心深处 如果你真的爱孩子 说句实在话 你不会带着孩子逃离 以前前夫 如果你真的爱孩子的话 你也不会反反复复的 因为自己的感情问题 让孩子流离失所 颠沛流离 所以你自己内心在想什么 你很清楚 如果想给孩子一个安定的生活 不是不可以 如果你真的为孩子的幸福考虑 就不要找一个 你根本不爱的人 你两次选的男人 你都是不爱的 只是看中了别人老实 那我想问 你寻找的幸福到底是什么 你是在寻找幸福 还是在寻找优越感和权力 不要执迷不返 好吧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好 下一个